严妮饰演的石鸿杏在与林满江谈完话后 就独自打车来到了江边 石鸿杏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他曾经无比爱戴的大师兄林满江 就这样无情地抛弃了他 而且过程是如此的下作无耻 接下来石鸿杏将面临什么呢 被中福公司除名都是小市 还有小金库以及金峰 金盛矿交易的黑幕 甚至这么多年来数不清的违法违纪事件 都会找上他 对于这些即将到来的无尽灾难 石鸿杏完全没有勇气面对 他此时虽然恨死了林满江 但并不想当林满江的掘墓人 毕竟林满江曾是他这一生爱得最久的男人 于是他想到了一死百了 在跳江前他一共接打了三个电话 在这三个电话中 石鸿杏谈的最多的就是老公刘俊杰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 他终于明白了 林满江只是浮云 牛俊杰才值得爱 为此他让女儿牛十艳好好照顾爸爸 他请其本安要对他家老牛好一点 他对牛俊杰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这辈子欠了你一场爱情 如果你不嫌弃 下辈子还做他老婆 讲完遗嘱 石鸿杏就了却牵挂 跳江而去 石鸿杏走了后 牛俊杰最终的结局如何呢 下面就为大家讲讲 牛俊杰后来的故事 牛俊杰怀念石鸿杏 石鸿杏的遗体是三天后 才在江下游一百多里的地方找到的 看着石鸿杏最后的样子 牛俊杰和其本安都无法抑制 各自内心的悲伤 痛哭不已 牛俊杰一边哭 一边痛骂林满江 此时的他完全没有了任何顾虑 在为石鸿杏守夜时 女儿牛石燕安慰牛俊杰 当年牛俊杰就不应该与石鸿杏结婚 因为石鸿杏就是拿牛俊杰与林满江赌气的 但牛俊杰却说 他娶石鸿杏那是心甘情愿的 甚至还有一种趁人之危的感觉 虽然石鸿杏迷恋了林满江一辈子 但最终他认的还是牛俊杰 可以说到最后还是牛俊杰赢了 但这样获得的赢太痛苦了 牛俊杰依偎着牛石燕 再一次气不成声 他只能期望与石鸿杏来世再见了 陆建设代表组织前来登门慰问 表面上陆建设做得很到位 又是鞠躬 又是抹眼泪 又是让家属节哀 如果是不了解陆建设的人见到这个场景 还以为他是真朋友 真伤心呢 牛俊杰知道陆建设是无时不登三宝殿 他来一定是有事 他不想与陆建设啰嗦 就想让陆建设尽快离开 可陆建设却迟迟不走 还坐下来拉家常 谈感情 还挑拨其本安与牛俊杰的关系 牛俊杰实在受不了 就对陆建设下了逐客令 这下陆建设才被迫讲出了自己来的真实目的 就是要替林满江所取石鸿杏生前写的170多本笔记 在牛实验替牛俊杰拒绝后 陆建设又退而求其次 要石鸿杏执掌经周中福六年间的笔记 牛俊杰怕陆建设拿去做坏事 再次直接言辞拒绝了 在石鸿杏的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前 林满江赶到了 林满江吊艳的时间很短 就是围绕着石鸿杏的遗体转了个圈 拘了个躬就走了 林满江之所以如此来去匆匆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怕见到牛俊杰 仪式结束后 牛俊杰思前想后 决定要为石鸿杏讨回公道 他要实名举报林满江 并把这件事告诉了齐本安 当时齐本安就在林满江面前 所以没有办法多说什么 就挂了电话 牛俊杰说到做到 为了找到林满江的犯罪证据 他开始整理各方面的材料 作为一条战壕的战友 这段时间齐本安经常深夜 往牛俊杰家里跑 这一来一往 两人竟然成为了相互支持的挚友 牛俊杰宽慰齐本安 对于石鸿杏的死 齐本安一直以来都很自责 虽说石鸿杏的死 主因是林满江 但也与他有关系 毕竟中福的炸药包是他点燃的 牛俊杰劝齐本安不要太自责 说起来他现在对付林满江 也是公仇私恨一起报 在林满江的安排下 长明集团打算用45亿回购京风 惊胜两况 牛俊杰刚开始以为这是一件大好事 但细问下来 才发现这又是一个坑 45亿是没有错 但长明集团要分10年付清 一年4.5个亿 从市场的融资利率10个点来分析 这简直就是一分钱不出 就把两个矿拿到手了 这样算来还不如一次性给15个亿 在牛俊杰看来 林满江和皮丹 傅长明丸这手就是一群大坏人 牛俊杰低估林满江 牛俊杰在网络上发现了一张 林满江与一位美女在香港的合影 根据好事者搜索 发现这个美女是香港玛丽医院的一个护士 牛俊杰怀疑这个女人是林满江的秘密小三 齐本安看了照片后认为这不太可能 对于林满江他还是非常了解的 在生活作风上林满江应该不会出问题 除了网络 牛俊杰还有一个先天的优势 那就是时鸿杏留下的笔记本 牛俊杰将有问题的笔记都折了出来 交给齐本安 让他去研究 但这上面并没有记录当年两矿成交时 十个亿的交易费用去向 现在摆在牛俊杰和齐本安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 明明知道林满江做了什么 怎么做的 就是行不成完整的证据链 要想找到这其中最关键的证据 那必须要钱荣成的协助 但现在钱荣成在荆州可谓是过街老鼠 人人都想收拾他 这样一来 要扳倒林满江真是前路漫漫 只能靠机缘了 机缘很快就到了 钱荣成因找傅长明担保不成 准备鱼死网破 主动找到了齐本安 但在钱荣成走了之后 齐本安再也找不到钱荣成了 等到再见到钱荣成时 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钱荣成这条线没有了 齐本安就只能再等机缘了 没想到机缘又来了 这次是师父程端阳给他打的电话 在师父的简易房里 皮丹讲述了林满江从史之中的犯罪故事 有了皮丹这个人证 林满江这次算是彻底没法撇清自己 更不要想再高升了 这样一来 石洪幸的大仇得报也就指日可待了 这是齐本安苦苦追寻的结果 但得到了之后 他却没有丝毫的开心 林满江被宣布双规后 他就立即并发 生命危在旦夕 经过抢救后 林满江才暂时缓了过来 张继英想要齐本安去找林满江谈谈 否则林满江一字不说 就一命呜呼 也不好向上级交代 齐本安不想来 但禁不住张继英的再三劝说 才出现在了林满江的病房里 林满江对齐本安没有什么好说的 在他看来 一切都是齐本安的错 是齐本安拉响了炸药包 炸死了石洪幸 将身边最亲的人都炸得四分五裂 林满江这辈子不想见齐本安 下辈子也不想见 但对于石洪幸 他还是非常愧疚的 石洪幸走后 他还背着人痛哭过好几回 这次是齐本安赢了 但赢得如此惨烈 师兄师姐都没了 林满江是在审查期间去世后 审查就终止了 至于林满江是否真的收受了 十个亿的交易费 因为没查到钱 也就成为了悬案 随着林满江的倒台 整个中福集团掀起了一场反弹风暴 新领导上任后 齐本安被调离了荆州中福 再次回到了中福总部 他的新职务是集团纪检组的副组长 政局级 算是平调 与他进行任职谈话的不是新任董事长 而是张继英 这也说明了他的身份很尴尬 对于齐本安而言 他还是想留在荆州中福 因为经过这几个月的调研 他已经酝酿好了一盘改革大旗 但张继英偏偏要把他放在身边 这一方面是对齐本安能力的认可 但另一方面也是对他的不放心 齐本安破坏力太大了 外放很危险 对于自己现在的处境 齐本安虽然不好受 但也能接受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荆州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牛俊杰 居然在一气之下辞职 离开了荆州中福 原因是 有人翻了牛俊杰以前请债权人吃喝的旧账 要收拾他 新来的领导班子 不了解牛俊杰 也无需了解牛俊杰 在他们看来 牛俊杰这样一个从矿工起来的总经理 不要也罢 所以连意思一下的挽留都没有 齐本安想到了石洪性跳江前 对他的主妇 要对老牛好一点 随即他找到了张继英 为牛俊杰据理力争 张继英并没有支持其本安 因为牛俊杰当年所作确实欠妥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 陆建设既恨牛俊杰 如果不处理牛俊杰 陆建设会一直没完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俊杰